大家好,我是小虎 订阅频道,一起掌球 总决赛打完之后 NBA将会进入到休赛期 进入到休赛期之后 意味着选秀大会也将再不久开启 勇士队今下握有手轮签 而今日他们也视讯了6名球员 通过视讯这6名球员也一定程度上 表露出了休赛期勇士队的交易计划 要知道勇士队视讯的这6名球员 有4名后卫和2名小前锋 言下之意勇士队可能在今年休赛期 在后卫以及小前锋上 可能会有交易动作 勇士队在今年之所以在第二轮 便被淘汰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队内不团结 而另外一方面 也是因为他们阵容有绝对的软肋 那就是内向问题 勇士队一直以来 都是由格林和鲁尼两个人坐着内线的 但是在遇到对方有高大中锋的球队时 一直以来他们都不占优势 所以今年休赛季 勇士队可能会补强内线 那么补强好的内线 是必要通过交易来进行 勇士队今年可能会送出乔丹普尔 以及库明家 这两名球员送走之后 完全可以交易来一名 非常有实力的中锋球员 勇士队此番视讯4名后卫 其实也是在为交易乔丹普尔来做准备 乔丹普尔和格林 两个人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下赛季 两个人不可能继续留在同一支球队当中 由于格林在勇士队的历史地位 以及场上的战术地位 所以格林离开勇士队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乔丹普尔大概率要离队了 况且乔丹普尔已经引起了多名勇士队球员的不满 包括库里 所以他的离队球迷们应该是可以预想到的 勇士队视讯4名后卫 其实也是在找乔丹普尔的替代者 勇士队今年休赛期 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操作可能性的 如果乔丹普尔和库明家两名球员 能够捆绑在一起交易 完全可以换来一名非常有能力的内线 下赛季 乔丹普尔和库明家两个人的薪金总和 为3400多万 这个心境空间 他们完全可以签下一名非常强的内线球员 勇士队完全可以在自由市场上 签下一名年薪2000多万的中锋 此番操作也可以在下赛季 去减免一部分奢侈税 毫无疑问 勇士队现在的当务之急依旧是争冠 毕竟库里在35岁 依旧保持着非常好的竞技状态 所以勇士队之前 他们的年轻人过渡计划已经宣告流产了 其实这两个赛季 勇士队管理层过于去培养年轻人 其实也是在看衰勇士队的前景 但是在上赛季夺冠之后 管理层似乎开始明白了 勇士队原来还是有争冠的实力的 随着乔丹普尔与格林发生冲突 管理层更加坚定了 继续围绕库里争冠的计划 所以下赛季 勇士队肯定会有重大的人员交易 一定有非常强激战力的球员 加盟到勇士队 在今天前 NBA球员同时之前 也在勇士队打过球的巴恩斯 在节目中表示 勇士队已经开始打算交易掉 乔丹普尔了 管理层的很多人 也都建议老板这么做 你们知道吗 一直以来都是他们的老板 希望乔丹普尔能够留下来继续打球 拉科布就是乔丹普尔的最大靠山 所以他在勇士队才敢有失无口 在前两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 或许真的可以接班斯蒂芬库里 但是现在来看 这位年轻人真的是拿到大合同 就开始躺平了 随后巴恩斯继续说到 库里是这个星球上 最团队的超级明星 他总是能够最无私的 把一切都奉献给团队 你很少能够看到 这样无私的超级明星 我觉得他真的非常出色 但是拉科布不能再耽误库里 他必须要对球队的阵容进行改变 乔丹普尔在如今的比赛中 打得过于糟糕 他或许自己也非常想要离开 所以勇士队必须要赶紧将他送走 很显然老队友这是在力挺库里 同时抨击老板拉科布 现在是昏运无能 对于勇士队来说 如果用乔丹普尔换了一名实力派的 第三得分点那么 相信他们在明年的季后赛当中 将会有一番作为 亲口表态 重回勇士 库里成你谨慎的执着 今周因你变得起火难下 作为全队薪水开支高居全联盟榜首 且多次刷新了联盟历史奢侈税记录的球队 本赛季的勇士 可以说是彻底跌落了神坛 尽管他们此前有过连续两个赛季 无缘季后赛的经历 不过当时他们都遭遇了严重的伤病因素 对内有核心球员整个赛季都无法出战 对于新赛季 留下核心班底 勇士至少有想象空间 而本赛季直播西部半决赛之后 勇士的核心夺冠班底 似乎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老将竞技状态逐步小滑 年轻人出场时间不够 情绪爆发 这只勇士 似乎到了分崩离析的边缘 亲口表态 重回勇士 库里成你最后的精神支柱 你确实应该做出牺牲 说直白点 勇士本赛季在西部半决赛始终被胡人压制 最终被淘汰出局的结局 对于球迷精神上的导击 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他们阵容核心班底起者 没有球员遭遇太严重的伤病 比起此前连续无缘季后赛的时候 勇士这套阵容 似乎已经没有了想象空间 在大部分人看来 如果不对核心阵容进行一些改革 勇士只会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部署 已经35岁的库里 更是会被浪费最后宝贵的巅峰争贯机会 特别是考虑到勇士运营总裁兼总经理迈尔斯 已经决定会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前离队 这更是让球迷觉得 勇士会在这个球赛期进行一波清算 在一众核心球员未来不明确的情况下 勇士前锋追梦格林自然是最引人关注的球员 他拥有下赛季276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 在同时拥有提前续约资格的情况下 格林也是唯一一位没能和勇士达成续约的球员 看出普尔和维金斯在本赛季开始前 就早早解决了自己的未来合同麻烦 格林因为合同金额大小 和勇士产生了分歧 这也是他作为勇士绝对的王朝功勋 却没能得到续约合同的原因 不过在赛季结束前后 格林多次表态 他首选就是留在勇士 格林在采访中明确表示 如果由他来决定的话 他100%会留在勇士 不过格林话锋一转 他称他的未来不是确定的 这取决于勇士的态度 格林的言论透露出的意思也很简单 他肯定想要留在勇士 但是勇士也不能对他太苛刻 特别是薪资方面 勇士需要给他足够的尊重 这也是现在格林和勇士之间最大的分歧 因为所有人都清楚 即便如今工资冒大涨 大合同满天飞 顶薪合同马上就要超5000万 已经有球员会在接下来 3比4年后拿到6000万的年薪了 但格林的竞技状态下滑太快 特别是进攻端 他已经完全成了勇士的累赘 他的薪水应该被控制在一个固定的区间内 不过格林和勇士谈判的过程中 他还有一个杀手锏 那就是库里 库里在勇士队内的地位无需过度说明 如果他想 老板甚至愿意把股份给他的那种 库里已经表达过 如果勇士因为没有给格林打合同 从而让他离开 那库里会非常伤心难过 这么多年 格林已经完全赢得了勇士灵魂人物的信赖 两人已经如同家人一般 库里也是格林和勇士谈判的最大筹码 与此同时 这段时间 格林也多次活跃在社交媒体上 他不断是好勇士 他提到勇士一直用我们 他表示勇士会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期待我们下赛季的回应 不得不佩服格林的智商 他有点把勇士 置于不得不留下他的低谱 在麦尔斯已经确定要离开的前提下 格林在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前 为自己争取了绝对的主动权 不过话说回来 这些年 格林的确是勇士建立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这个联盟当中 你再也找不到格林这么一名 能够从一防到五的领袖内线 同时他还能在进攻端 承担很大一部分的发牌传球任务 巅峰时期的格林还能投进空位三分 其这些余异深的 NBA你找不到第二个人 但是 勇士同样成就了格林 如果没有库里和克莱 两连贯时期没有杜兰特 格林也不会取得如今的成绩 格林和勇士显然是互相成就的 当年勇士为了格林放弃了杜兰特 他们给格林提供了四年一亿的大合同 勇士已经给了格林足够的尊重 他们给格林提供了平台 也给格林足够的回报 这一次 格林也确实需要为勇士和库里做出牺牲了 他需要考虑库里成就伟大 应该有的环境和阵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